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做善事的 他就觉得 因为他坐长途的车会晕会吐 他就问要多久 他说四个小时 Oh my god 他就能不能 帮他准备一些 塑料袋让他吐 结果后来就没有 因为他四个小时不断 跟车上面的哥哥姐姐 玩一些游戏 四个小时 谢谢奥比斯的 工作人员陪他 玩了一些 离奇古怪的游戏 就是猜歌星啊 猜电影的名字啊 都快讲啊 原来他在网上 能见到好多东西 那经过这次探访之后 贝曼又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没有 他马上要吃 吃什么 他想吃的成事的食物 小孩子嘛 不可能你要讲得他那么伟大 我也编不出来 这样的故事 他就不愧 没有什么改变 就是 就像你去了 一个很落后的室友间出来 也不会改变你人生多小 他 现在网络那么发达 他什么被见过呢 就是 嗯 只不过他不懂 怎么跟不同语言的人沟通而已 吴振宇儿子 三年前拍摄内地亲子节目期间 因撞上左边眼角 而需要入院逢针 令振宇一度大度干火 公开扭爆复杂节目的电视台 虽然事件早已告一段落 但正如这一天出席慈善活动的时候 就大爆原来 花文一直都没有提过那次经历 直到最近 才肯和爸爸分享事发一刻的感觉 我其实不是想斗事重提 因为其实 他就算受过 受伤都没有告诉我们 受伤之后的感觉 但我说其实那次你是怎样的 他是哪次的 我说有很多次 原来他数着自己的东西 他说 Blue Blue 他只是说了一个字 就是Blue Blue 总之他应该是一个颜色 不是Blue 不是Blue 他又不是黑 但不知道为什么 是这样的色 第一次 第一次说 他因为一个挺有趣的人 他不会说很多 就算好像前几天我们离开 我不是在家 妈妈又生病了 照顾不到他 他说 好棒 我一个人在家 他不用上学 结果7点钟就有视像电话 他其实是假扮坚强 希望他慢慢可以改变到一个比较表里 都是这么热心的人 振耀这么想 翻文学会表达自己 又难怪的 事关翻文曾经因为太沉密 而令朋友仔惨被误会 譬如一次扔球 人家就扔中他 接着他就哭 接着人家就怪那小孩 那小孩就哭 接着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 因为大家 一个游戏扔也扔 我说是 你扔人家扔你 你被人扔中 你输了为什么要哭 我说你还可以哭 但是人家怪了那小孩 那扔有时候 你未必扔你的身 或什么 肯定是抖头听的 你自己又不去避 我想这件事 我才会强迫他 告诉他 是非黑白 你要明白 你哭没问题 你被人扔中 但是你解释给人家 你是一个游戏 不要令到另一小孩受委屈 别看镇宇一副严副箱 其实他和儿子都不知多朋友 早前还齐齐去到孟加拉 探访一些患有眼疾的小孩 镇宇还大赞翻文 不介意身处 当地比较落后的环境 认真帅 他知道不是一次欧洲 或者去一些 回新加坡 或者去某些 住酒店的 总之不是一个享受型的 January tour 我想他已经预计了一些事情 但是他知道要做些什么 有心没准备 虽然他是看电视 我进去 眼视角膜 如何去搞 好 这件事 接着如何放回最新的 全新的 清澈的视网网 令到小孩看回东西 我想这个过程 其实不是每个小孩都可以经历过 我 我住在城市的人 永远都想不到 他们的困难在哪里 因为 我们没有设施 这里没有设施 是给一些 失明和将近失明的人 不会有 叮叮叮叮 提醒你们快点过马路 他们靠一双脚走出去 村 我想 其实很便宜 如果要帮兽子 重建光明 其实是一餐茶 半件衣服的事 还有时间很短 15分钟 他们都完成了 奥比斯 只是用了15分钟 可以将他们 重建光明 所以 耶林树影之下 也需要大家的 帮手 作为一个地球村的一份子 大家珍惜地球 也珍惜地球上的每一份子 一个坚定不移的眼神 成为了今次 女情最深刻的印象 她是Bretty的妈妈 Hello 这位美女 叫做Bretty 她在等着做白内障手术 其实之前已经做了一只眼 现在就做了另一只眼 我问她 她是不是很兴奋 要等另一只眼 也看得更多 更清楚 Bretty的妈妈 跟我们说 发现了她的女儿 白内障之后 到处去找医生 看看有没有 医好她的方法 无论手术是多贵 都要没有人借钱 医好自己的女儿 看了手术 觉得人是很意欺 眼睛就是因为很意欺 我要保护她 也因为这么意欺 可以想到方法 将她再重建起来 经过初步检查之后 Bretty的双眼已经完全恢复正常 Bretty面上的笑容 真是作为父母最大的恩惠 其实她是很喜欢去observe一些东西的 只不过是她不知道怎么表达 因为这个心脑历程 我也试过很多 这间眼科医院 是奥比斯的火盆医院之一 这里的环境和设备 都比其他医院完善和先进 所以会有能力处理奇难习症 好像早产婴儿事 望莫病变这类的眼神 视觉对于人类来说是多重要 立刻珍惜很多东西 珍惜自己的生命 珍惜一些友谊 珍惜很多食物 请支持奥比斯 同望之友 每月捐款计划 我是佳童出身 佳童的意思就是 予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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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 珍得是她的名字 她之前双眼说有白内障 连招待自己也有问题 幸好在奥比斯伙伴医院的协助下 现在两个人都看到东西了 不幸是全世界都有的了 而令你最感动的就是 两张不幸減到越西化 那些人我想是最值得的尊敬 请支持奥比斯 同望之友每月捐款计划 去旅行她未必要 我们要去做善事 去派些礼物给小孩子 那她就OK 这位美女就叫做Pretty 她在等着做白内障手术 其实之前已经做了一只眼 现在就做了另一只眼 立刻珍惜很多东西 不是什么都是天地来 老爸正郎那样东西 请支持奥比斯 同望之友每月捐款计划